親愛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很開心我們今天可以一起在這邊敬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4月份的時候 有沒有去墾丁參加過一個音樂祭 叫做春天吶喊 對,春那 我們每年到4月份的時候 我們都會看到新聞有在報導 春那,春那,春那 那我們知道春那最重要的就是要舉辦 會舉辦演唱會 然後就會有好多人好多人去聽演唱會 在過去呢 2010年,有一部很有名的電影 他也用這個來寫 也用了這一個助手來演的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就是海角七號 對,海角七號 在這部電影裡面呢 他有提到 在當地的飯店他們想要 好,沒有關係 你直接用左下角的就好了 在左下角 好,等一下我們會看一小段 那在這一小段之前 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有看過這部電影 可以舉手讓我看一下嗎 好,大部分的人都有看過 這部電影呢 他在演其中的一個飯店的經理 他想要找日本的歌手來演唱 但是呢 當地的鎮長聽到的時候 他就決定趕快去找經理跟他說 不可以 你一定要用當地的樂團 其實在他的這段對話裡面 有很多可以讓我們去想 欸 這段對話裡面其實有很深的意義 有很深的意義 好,那我們一起來看 好,那我們一起來看 拜託,我來幫助主席先幫你 不要這樣說 什麼你練的問題 現在時代經過我 要有很多觀眾 現在要有這個地球村 什麼地球村 什麼地球村 這大部分人都在開門 叫最平地 那些要求你 ポイント變不穩定 你det rely不穩定 你你的前面有 Lives 不穩定 下級不穩定 嘗 ловない再閔 怎麼繁緊在擺 喂喂 但是他就在那一點 你在說 essay 抱歉 哈 那一遍海打對 是敵 有只人連海都買去了 出郭家是誰有人 大家的先生,我看春年人 我們在地人 有什麼人像 有啦,在大家中市集中 最大好人就是挑分手 那你也拜託 春年人的像怎麼沒問題 這位,我問你本書請 真正出名的,那是什麼? 聊商歌手 那的寡聲,菜成寡 唉就沒聽 我們請的文化身是要做義心還是做純緣 我仍然做的 是真的就要給他團 你會來請一家人 你會嫁無所啦 任何人在這就不給他團啊 我做給他 老婆就做了啦 所以 我要做做 做廟內的活動 你這就不一種人 嗯嗯嗯 你不要說什麼 我再問李高君,你剛才是一個賣的本,什麼意思啊? 對,我是說好 好啦好啦,不管我們怎樣啦 我幾乎我都在那邊在地,請請請請請請請 不可能啊,不可能啊,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你說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啊 我沒辦法到台上順順順,我還想在那裡走 好,拜託耶,你不要這樣 台北要不敢啊,你已經說好事啊,你知道嗎? 啊,是呀,就好啊 錢都已經老了,那我會讓人家吃掉嗎? 是啊! 我告訴你,不要客氣 該出了一個表演,就看到沒有老好在地上了 就是我們看你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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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好,看到這邊,來幫我切亮 幫我把後面的電燈打開 大家,在這一段影片裡面 我們有看到他們如何去說我們要用哪邊的團 這個主席呢,他很認真的說要用我們的團 後面他們最後決意是什麼 可以用當地的樂團 但是在用當地樂團的時候 他們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動作說 這是我們的團,是我們的 今天我們有把這樣的觀念放在教會裡面嗎 我們有把這樣的觀念放在教會裡面嗎 我們在教會裡面有分你的教會,他的教會 還是別人的教會嗎 還是我們在教會裡面我們分成這是我們的教會 我們有把這樣的觀念放在教會裡面嗎 我們知道教會會成長最主要的觀念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合一 合一是教會成長最重要的關鍵 合一是教會成長最重要的關鍵 我今天的題目叫做同心協力 我們一定要同心協力 我們的教會就會逐漸增長 我們一起來看同心這個協是怎麼樣 靠著耶穌的十字架 我們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 我相信不管在做什麼事情 當有人跟你同心協力的時候 今天如果太太下班很晚了 在公司已經得了一肚子的氣 在洗碗的時候你猜他會洗得開心嗎 應該臉很臭 當他的先生走到旁邊跟他說 啊你今天很累齁 來我跟你一起洗 我們一起在這邊 我一起幫你收拾我們的廚房 你猜那個太太會怎麼樣 啊謝謝你 本來很火的心情一下子就覺得 啊感謝你 那個感覺就不一樣 所以不管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當有人跟你同心協力 跟你一起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做出來的事情是不一樣的 在約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節這樣說 我若從地上被聚起來 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今天當我們同心協力去傳扬福音 當我們同心協力建造教會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的教會是不一樣的教會 我們所傳的福音是不一樣的福音 我們知道永福教會以前不是長這樣 他以前是一個禮拜堂沒有這麼高三樓 那經過了一場火災之後 整個禮拜堂都被燒掉 如果這間教會的弟兄姐妹沒有同心協力 沒有想沒有看見未來 根本不想要為教會而努力 那我猜永福教會不會重建 因為我們沒有看見未來 但是感謝主在全部遇到火災的時候 所有的弟兄姐妹全部一起同心協力 一起思考我們的教會要怎麼辦 後來我們就坐在這邊 我們就坐在這邊 今天當我們同心協力的時候 所帶出來的是不一樣 所帶出來的是不一樣 那透過聖經呢 他告訴我們 一間教會會增長 一間教會要怎麼做 到底這間教會裡面要有什麼 要有愛 有愛 我們要成為一個有愛的教會 今天教會合一 最主要的就是因為有愛 在約翰福音13章34節這樣說 我是一條新的命令 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馬他福音也這樣說 只是我告訴你們 要愛你們的仇敵 為他逼迫你們的禱告 這一半這兩段經節我們都很熟 但是你真正有把它實踐在你的生活當中嗎 我必須要說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有把朋友歸類 我們有把家人歸類 這個家人不錯放在A B C A呢就是給他最多的愛 B呢剛剛好就好 C呢有看到在跟他打個招呼 親愛的弟兄姐妹 耶穌教導我們 給每一個人的愛 都是要同樣的 都是要同樣的 今天你不能分A B C 你給每一個人的愛 都是要同樣的 今天我們的愛是什麼 我們有時候愛得太自私 太混亂 我們有時候愛得太自私 太混亂 如果你愛我 我就愛你 如果你給我利益 我就愛你 如果你不愛我 我更不愛你 所以我們知道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的愛 已經有點變質了 已經有點變質了 今天你的愛 是要強調 不管怎樣 我就是願意的 用我自己全心全意來愛你 全心全意來愛你 有一個演員 他的名字叫做傑米杜蘭特 這個演員在20世紀非常有名 他曾經拿過四次的喜劇男主角的金獎獎 他曾經拿過這個獎 那有一天我們知道當很有名的演員 他每一天的行程一定都拍得很滿 特別是如果他只是去一場小小的表演 通常他都會說他沒有空 同樣的這個演員被他邀請 被邀請到去參加一場 衛繞第二次世界大戰 退伍軍人的表演 那這個演員說什麼 我行程排得很滿 所以我可能沒有很多時間 但是如果你願意 我只去兩三分鐘 做一個獨白的演出 那我可以參加 後來他真的來了 他就說我只有兩三分鐘 可是當他在演出的時候 底下的觀眾卻發現 怎麼變成十分鐘 工作人員也在後面想說 怎麼變成二十分鐘 怎麼變成三十分鐘 當他下去的時候 後台的人員工作人員問他說 你不是說只有兩三分鐘嗎 怎麼會變成三十分鐘 他說 如果你來看第一排的觀眾 你就會知道我為什麼站在上面這麼久 因為在第一排的觀眾 有一個人的右手斷了 一個人的左手斷了 可是每當他表演完的時候 底下的觀眾都怎麼樣 這兩個人都一起拍手 而且他們拍得又開心 又響亮 後來這個演員呢 就在上面一直表演一直表演 因為他看到他們對他的愛 他看到他們的付出 所以我們知道人是群體的動物 我們沒有辦法離開人去過生活 我們沒有辦法過一個孤獨的生活 我們要學習彼此相愛 用謙虛忍耐和平的心彼此相處 上帝的愛要停留在我們教會 上帝的愛要停留在我們教會 透過我們每一個人看見上帝 今天外面的人如何認識上帝 是透過我們每一個人認識上帝 所以當我們在信仰上 你越做越多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會是一個會成長的基督徒 你會發現你會是一個會成長的基督徒 今天 你在你的信仰當中你有成長嗎 你今天所追求的是你的榮耀 還是神的榮耀 在你的生命當中你所追求的是什麼樣的榮耀 有一間娛樂公司 它製作了一個節目叫做個人夢幻之旅 這個節目要做什麼 今天如果你想要當一個很有名的演唱人員 他就可以去幫你找一群人 然後讓你很像一個辦一個演唱會 今天如果你想要當一個政治人物 他也可以去幫你找一群人 他可以完成你所有的夢想 可是費用很貴 但是你猜有沒有人去 有 而且很多人 為什麼 因為他們想要滿足他們個人的需求 滿足他們個人的慾望 今天在神的標準裡面 到底怎樣才是合乎他心意的 在我們所讀的經文四章十三節 他說滿有基督成長的生命 用白話一點就是你要活出耶穌基督的樣式 你要活出耶穌基督的樣式 一個像基督的生命 托爾斯太曾經這樣說過 他說耶穌基督為我們定下了單純良善真實的標準 當我們做到這些 這世界上就沒有不能很良的人 就沒有壞的人 今天我們沒活出耶穌基督的樣式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今天早上起床 你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你今天早上起床是 啊 又禮拜日了 明天又禮拜一了 然後就趕快穿衣服趕快來教會 還是你今天 你每天早上起床 你所想的就是 我有一個目標 我今天要怎麼做 就是像那個目標 而且我的目標是為了榮耀神 今天當你一睡覺的時候 你有一個目標嗎 還是今天終於結束了 然後明天起來又 啊 怎麼又禮拜一 你每到禮拜一的時候 就會跟這隻假背貓一樣 心情就很難過很痛苦 我們知道聖經裡面真言說 沒有意向明就放肆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沒有一個目標 我們的生命就會過得很痛苦 很辛苦 因為我們知道每一天起來 我們都是沒有理由 而且我們覺得好累好辛苦 我為什麼要活著 保羅說在他的生命裡面 有一個目標 他說我向著標關子跑 要得著神招我得的獎賞 今天你的目標是什麼 保羅說我的目標就是得著神的獎賞 你今天所定的目標是能得著神的獎賞 還是不是 我們可以去思考 今天你所定的目標是能得著耶穌基督在後面 幫你拍拍照 那感謝主 你是一個成長的基督徒 在你的生命裡面你也會過得很快樂 我們知道成功 會成功的人 往往是在一件事情上 非常的專注 非常的專注 在菲利比書三章十三節這樣說 弟兄們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前面的 上帝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他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做了一件很公平的事情 今天你過的時間有幾個小時 二十四個 你二十四個 我也二十四個 上帝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很公平的 他給我們每一個人都只有二十四個小時 這二十四小時你怎麼運用 你就這樣哇就過去了 還是你知道你有一個目標 你會向著這個目標走 為什麼有人會成功 有人不會成功 我們一樣活在很公平的世界裡面 因為有人在這二十四小時裡面 他只專注一件事情 他只專注一件事情 可是有人在這二十四小時裡面 他就我明天要換去麥當勞散班 後天要換去肯德基 再來去佳樂 我們知道他的生命裡面 他沒有一個專注的事項 但是保羅提醒我們 我們要成為一個會成長的基督徒 一個會成長的基督徒 所以什麼是會成長的基督徒 你一定覺得你自己越來越認識神 你可以越來越克服壓力 你可以清楚的知道你的目標是什麼 你對永生會非常有盼望 再來第三個 我們要同心協力的時候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做一個肯給的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 耶穌基督說我來不是接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今天你要給別人 你有給別人嗎 你有給你的孩子時間嗎 你有給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先生時間嗎 當你下班很累的時候 你有給你的家庭時間嗎 還是說我好累我要去睡覺了 在禮拜日下午 你有給你的太太時間嗎 還是你說我要跟我的朋友出去 親愛的孩子 你有給你的爸爸媽媽時間嗎 還有我們有給教會有時間嗎 今天不管在建造我們的家庭 或者是在教會中的服侍 一個肯給的人 神都會大大祝福他 不管是給別人鼓勵 或者是給別人支持 我相信你都可以大大成為另外一方的幫助 你都可以大大成為另外一方的幫助 台灣早期都怎麼灌溉 我們都踩水車 我們都踩水車 所以以前的人很辛苦 他們必須要踩水車 才能把水引到那個田裡面 有一個弟兄他的田有高低階 他在上面 可是有一次他發現 他晚上踩完水之後隔天去 他的水都不見 為什麼 他趕快去找原因 原來是他底下的他的鄰居 偷偷把他的田挖了一個洞 讓他的水就直接順了這樣 就流到他的田裡面 他都不用踩水車 這個弟兄第一次沒有生氣 第二次他就火大了 那怎麼辦 他能去跟對方生氣嗎 他就趕快去找他的屬靈的同伴 他去問他說 欸我底下的那個鄰居 都對我做這麼可惡的事情 後來他屬靈的夥伴提醒他 耶穌基督說我們要給人 如果你有這個力量 有這個力氣 其實你為他查一下 也沒有關係 也沒有關係 如果我們只做一點點 那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要做的更多 後來這個弟兄呢 隔天就先把他 他底下鄰居的水田的水 趕快把他採滿 他才採自己的 兩天過後 那個鄰居就來找他 跟他說對不起 我做了一件非常可惡的事情 後來這個鄰居跟著他一起到教會 這個鄰居跟著他一起帶教會 親愛的弟兄姐妹 這就是一個肯給 一個愛心 一個和平的心 所帶出來的力量 今天我們去傳福音 別人如何相信你所傳的是真的 別人如何認識這個耶穌基督 就是從我們的身上 從我們的身上 去看見一個耶穌基督的形象 在我們身上所展現出來 保羅說 凡事謙虛 溫柔冷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 聖靈所賜 何而為一的心 我們要做一個肯給的基督徒 一個肯給的基督徒 再來最後 你要做一個能傳的 你可以傳福音 你可以傳福音 傳福音是一個基督徒的天子 今天你得到神的祝福 你有新的生命 同樣的 你也要把這個祝福傳給別人 今天你得到這個生命 你希望別人也可以得到這個生命 你得到神的恩典 從憂愁到喜樂 從苦難到得到神的解救 你一樣要把這個福音傳扬出去 你一樣要把這個福音傳扬出去 一個會愛會長會給會傳的基督徒 他們只有一個目標 是什麼 就是對準神 就是對準神 今天我們所讀的十五節這樣說 凡事長盡連於元首基督 凡事長盡連於元首基督 今天神讓我們在這個教會裡面 祂提醒我們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連結於祂 當我們連結於祂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得到很多的祝福 神在這個教會裡面 給我們的祝福很多 不管是從以前 雖然我們遇到一個很大的苦難 我們遇到火災 但是神給我們的祝福是 我們買到了國有的土地 我們也有人奉獻土地 我們也有人奉獻金錢 讓我們可以在這間教會裡面做明白 所以當我們有連結於耶穌基督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在傳扬福音 你在這間教會裡面的福事 會變得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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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來自不同的家庭 我們每一個人有不一樣的個性 我們每一個人有不一樣的想法 但是神教導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 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適 百結各案各職 造著各身體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體漸漸增長 在愛中建立自己 今天你有沒有養你的小孩 有 同樣的我們來教會也要幫助那些需要成長的人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彼此幫助彼此成長 彼此幫助彼此成長 主耶穌說 你們要牧羊我的羊群 同樣的彼得也曾經說過 勿要牧羊你們在中間神的羊群 所以我們要盡心盡力在我們的福音事工身上 在我們的教會的服事身上 有一位牧師說不能活化的信仰 就不是真的信仰 今天你的服事只是單單這樣嗎 還是你可以做得更多 你可以更多的來服事神 你可以更多的來服事神 我們知道這個世代已經轉變得不一樣 你如何帶領更多的人回轉歸向神 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我們不只擔當注重在教會的服事 甚至在外面 我們也要向別人傳福音 把這個好消息告訴給更多的人 我們一起來唱今天的回音是 我深渴望 在我們的周報事業也有 我深渴望 我們要求你 來回復我們的心 讓回復的心 轉向他們所愛的恩與你 吸引這個世代 吸引這個世代 感受你的同在 來一直回復我們 開啟你的兒女 親密你的答案 你的愛 我的心 何等渴望 你回復身 屬於你的時代 願你活度 完全滄險 在這地 就如同在 天上 天父我 我無奈過 來回復我們 來回復我們的心 讓回復的心 來回復我們的心 讓回復的心 感受你的同在 来一直恢复我们 看见你的儿女 心里你的答案 你的爱 我的心 我的渴望 你回复着属于你的时代 愿你过度 完全从现在这地 就如同在天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歌词里面他写说 天父我不求你来挥布我们的心 让维护的心意转向他们所爱的恶 吸引这个时代感受你的同在 来医治恢复我们 开启你的儿女 经历你的大爱 你的爱 在这个歌词里面 他说要吸引这个时代 我们知道 在这个时代里面 你要去传扬福音 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他们已经觉得 我不够好 我不够认真 我不够努力 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耶稣基督的爱 真的可以完全包容我们吗 他真的可以赦免我的罪吗 他真的可以用完全的爱来爱我们吗 我真的可以完全得到他的祝福吗 我要告诉你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耶稣基督说 万民都要高举我 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你 所以你要高举 你心目中 那个耶稣基督 你就能看见他 到你的生命中 你无时无刻 把你的眼睛 转向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是能遇见他的 同样的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也一样 在总会里面 最近在推动 101行备将的时候 他有提到三点很重要的 我们要尾声 我们要认同 而且我们要愿意 定根 我们要认同这个教会 我们要认同这块土地 我们要尾声 我们就会得着成长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要为这个世代做更多 我们要完全尾声在这里面 我们要认同 你会发现 你所做的 说心的一切都是不一样 我们在一起来唱这首歌 天母我呼求你 来恢复我们的心 我深渴望 天父我呼求你 来恢复我们的心 让恢复的心意 穿上他们所爱的恢复 欣赏这个时代感受你的同在 来恢复的心意 来恢复我们 我们的心意 我们的心意 在里面能难看见希望 主啊愿我们在爱中彼此扶持 让我们透过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爱 更多的来包容 更多的来帮助别人 主愿你将合一 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虽然 我们来自不一样的家庭 但是我们却靠着主耶稣基督 彼此帮助更多的给予 主耶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教会 降临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圣灵更多的来 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充满当我们无力无助的弟兄姐妹 因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会遇到许多的困苦 但是你必赐给我们的利利亚 让我们重新得利 就算我们前面没有路了 你仍然要为我们开路 你也要引导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身边得着保护 看见盼望 学书我们再来求你再次的来 恢复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重新得利 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 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圣明 Amen